一切众生本来是父 总不能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上帝 本来是神 这个话讲不通 一切众生本来是父 为什么 你本来就父 你现在不就父 为什么不觉悟 佛说得很清楚 你迷了 怎么迷了 起心动念就迷了 起心动念是最粗的迷惑 迷得不深 再加上分别 这就深了 迷得深 再加上执着 你迷得更深了 一重一重的迷惑 起心动念是第一种 分别是第二层 执着是第三层 这三种迷惑你统统居住 所以你把你的自信 你把你的本能全部丧失掉了 这个丧失不是真的 经典上告诉我们 这个是叫迷失 根本就没有失掉 只要把你的迷去掉 你本来的本能就恢复了 本能是什么呢 第一个智慧 所以起心动念 智慧没有了 第二个是德能 这一分别了 德能也没有了 在一执着的时候 向好也没有了 自信里有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包括了整个宇宙 智慧的能向好 是你自己本来去做的 不是外头来的 因此 佛家的教育 跟世间完全不相同 世间教育 是让你学习 懂得很多的知识 佛法不是的 佛法教育 是叫你放下 什么都放下 恢复你自信 本能 你自信有无量智慧 有无量的能 有无量向好 外面什么都没有啊 释迦牟尼佛开悟了 怎么开悟的 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就开悟了 实际上 他早就成佛了 这一次是来表演 给我们看的 我们要学他那个样子 希望可爱 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